2012年进入最后的倒数一周 最棒的产品还没有出炉 不过我们来看到是 那么科技网站已经选出了 最失败的产品 结果微软的Surface被评是最失败的 那苹果地图频频出包也入榜了 称为库克的大噩梦 那另外Sony一点都不智慧的手表 还有不会浮的空力浮板 都是最失败的作品 它是笔电 也是一台平板 Windows Surface创造今年3C的 另外一种风潮 不过更令意外的是 它也成为今年最让人失望的作品 一片超薄键盘搭上荧幕 当初微软积极打造的超级平板Surface 不但销售不如预期 还引发供应链全面围剿 成为科技网站2012年 评选最失败的科技作品 最大的问题点是在于 它的相对应的应用程式过于少 外形跟内建的硬体部分 其实就是跟Android的平板差异不大 当初跟随iPhone 5一起发表 更3D化的苹果地图 没想到地图的定位却频频珠包 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变成执行长顾客的大噩梦 不只亲自道歉 还恢复Google地图提供下载 就连iPad mini 苹果号称画时代的七寸平板 却搭上老旧的萤幕 也令三星迷无法接受 Google也好不到哪里去 外观时尚抢眼的NASUS Q 变成未来娱乐中心之前 已经因为品质问题下架 Google TV同样也面临遥控器 很难向触控 容易操作的难题 只是一个Google的实验性产品 一下子被淘汰是不意外的 还有这个前卫造型 可以整合脸书音乐等等 Sony智慧手表 一用才发现实在不好用 但最失败的玩具可能是这个 回到未来电影当中 可以滑得空服滑板 真实的版本却扶不起来 滑不动 花了3300块冤枉钱 只买了一个漂亮的塑胶板 只能说这些3C产品 2012年与其说失败 不如说更让市场失望 东产新闻众报导